这几年 华为始终处于中美交锋的风口狼尖 前几天有人在网上发表了替所有人担罪的言论 虽然遭到几乎一致的口诛笔伐 但并没有降低华为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华为半年财报出台后 引发了诸多热议 总结下财报的内容 大致是这样的 上半年销售收入为3204亿元 同比下降29.4% 经利润率9.8% 运营商业务收入为1369亿元 同比下降14.2% 企业业务收入为429亿元 同比增长18.18% 消费者业务收入1357亿元 同比下降46.69% 除了企业业务有所增长外 其他两块主业务均大幅下跌 其中 跌得最凶的是消费者业务 原因很简单 华为的新片供应和消费品出口 都受到了极大限制 在供需两端都备受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端能够保持1300多亿的营收 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华为还是很让人钦佩的 当然 这里面也离不开各级政府 和广大爱国群众的鼎力支持 此外 运营商业务也保持了1300多亿的规模 这同样跟几大运营商的权力扶持分不开 在华为报价并不低的情况下 都给了其超过50%的份额 然而 钦佩和敬意代替不了现实 这种程度的下滑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因此在数据发布后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表示 未来五年华为的战略目标 是有质量的活下来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基于并且尊重现实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对华为的限制 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放松 中美内在的冲突和矛盾 在可见范围内只能是螺旋式攀升 因此芯片何时能够自己自足 是华为存亡之关键 由于美国的制裁 华为领先全球的麒麟系列芯片 在9月15日之后无法制造 将成为绝唱 这真的是非常大的损失 非常可惜 一年前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于成东 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上表示 麒麟9000很可能成为 麒麟高端芯片的最后一代 华为在上个月29号的新品发布会上宣布 新推出的手机 不再具备5G功能 消费端正在被对手快速残食 据最新发布的预调研结果显示 全球智能手 即在2021年第二季度出货2.99一台 相比去年第二季度的2.797一台 同比增长6.9% 但华为出货仍在持续下滑 今年第二季度出货仅980万台 同比下降了74.6% 环比下降了33.3% 其在中国市场 华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小米获益最大 二季度小米26%的市场份额 2400万部的出货量 105G安卓智能手机市场 非但如此 在华为三大业务板块中 唯一增长的企业业务也受到了威胁 市场一度传闻华为要出售其服务器业务 因为企业业务一样受制于芯片和技术的禁令 而且这个板块的业务量过小 撑不起华为的整体业务 如此看来 华为的三大板块 运营商业务目前由于大力支持上能支撑 但未来随着基建的结束 这一板块的总量会大幅度缩减 消费者业务基本处于崩盘状态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 到年底 华为手机大概率会退出销售榜单前十 企业业务有所增长 但局限一样明显 基本没可能成为华为未来的支柱 是不是很危险了 那么华为该怎么办 短期看只能等 等芯片企业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尽快解除对华为的控制 要知道 无论关税还是断供 在华为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 美国的芯片公司也在承受着损失 但是这种等待 能不能等到好结果 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 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并不完全受经济左右 用日本前首相安倍在打我 思论坛上的话来说 我们要注意一战的教训 英国与德国在一战前贸易往来非常密切 但还是发生了战争 中期看 华为需要开拓更多的业务 在新增市场上下功夫 向软件服务方向转型 甚至对一些新兴领域要有所介入 当然 华为已经推出了不少新动作 比如其开始在智能汽车行业展露头角 华为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布局已久 已经有了成熟的激光雷达加视觉算法系统 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将是万亿元级的市场 中信证券研究认为 目前华为已推出30余款智能汽车软硬件产品 覆盖激光雷达车载芯片 鸿蒙奥斯车机系统 自动驾驶软件等 华为赋能的相关车企 在中国市场有望拿到20%至30%市场份额 目前 华为与车企的合作方式主要有三种 定位为智能化零部件供应商 直接向车企提供智能汽车软硬件智能化产品 定位为车企平台化产品及服务提供商 向车企提供多款智能汽车软硬件产品组合 比如赛利斯华为制选SF5汽车 定位为智能汽车全站式解决方案提供商 然而 为汽车厂商定制系统一样需要芯片的支持 缺乏芯片的华为能够转型为软件服务商吗 这种跨行业业务的推进 其难度细数注定小不了 长时间断看 华为最迫切要解决的 是其芯片和其他高科技领域 比如工业软件的自主问题 这个问题 就如同任正非所说 芯片光砸钱是没有用的 要砸数学家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兜兜转转 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怎么才能有出色的数学家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这恐怕就是当年大科学家前学森之问了 前老曾感慨说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 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 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 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因此完全可以说 华为的危机 绝不单纯是一家企业的危机 要解决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的卡脖子问题 恐怕不能只从卡脖子本身出发来解决 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除了华为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得努把力 华为上半年财报显示华为的新的创新领域 在外界还盯着5G时 华为已把创新的胶点聚焦在低碳节能领域 这次华为在提出依然坚信数字技术创新 重点谈了一个新的带动业绩增长的创新点 即推动低碳社会 智能社会 通过技术创新降低能源消耗 实现低碳社会 预计是当前与未来十年带动华为业绩增长的新方向 所带来的机会点包括 一是全球的无线通讯基站的替换 将是万一级的市场空间 传统的无线基站的站点能源效率是60% 华为通过把机房换成室外机柜等技术 使能源效率提升到97% 这次华为也预计运营商业务全年仍能保持增长 相信因为能源创新带来的机会将成为主要增长点 二是数据中心节能技术 华为新一代间接蒸发冷却技术 8月5日 华为与今东联合推出了新一代间接蒸发冷却技术 打造极致节能 目前华为间接蒸发冷却解决方案 以34.5%的绝对优势 占据数据中心冷却温控市场第一 三是数字能源零碳网络解决方案 带动迁一级新市场 6月7日 华为斥重资30亿 正式成立了华为数字能源公司 华为数字能源主要业务包括智能光伏 站点能源数据中心能源 智能电动和模块能源五大板块 其中智能光伏业务板块截至2021年5月 华为光伏逆变弃整个全球累计出货量达到175GW 占全世界出货量排名第一 连续6年发货量第一 华为数字能源产品已应用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服务于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其中华为已与全球190多家电力企业深度合作 提供智慧电网 智慧电厂等解决方案和数字化服务 那么 华为未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美总统拜登已邀请40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 于2021年4月下旬召开全球气候峰会 使全球低碳经济竞争逐渐进入白日化阶段 堪称一场新型全球绿色低碳经济战争 各国为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纷纷进入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快车道 对中国而言 从2030年碳达峰 到206